文人多说话 其实我做这个节目都学很多东西的 就跟Ben哥学东西 跟K姐姐学东西 哇好害怕啊 真的都学很多东西的 这里也有这样讲 平阳是北韩的样板城市 有些特别阶层才在那里住 其实都是的 我们可能给他看到 他带着那个tour 其实根本就已经是 这个北韩的冰山一角 北韩有2500万人口 那个平阳只不过是一个 不算很大的地方 但是这个导演只是在那里走来走去 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些很表象的 直到我刚才所说的片面 这部电影是有点片面的 另外有人问我是不是搞暑期班 暑期片道班 暑期片道班不是我搞的 就是Heaping Tom找我去 盐尚文他们找我去讲一课 他就说 他就拥道你来吧 你来到可能有些人不喜欢大雪沉梅 或者那些人就会多些有点兴趣来听 那我都说我是愿意来的 但我就时间不知道行不行 所以我就未定哪一日 但我都答应了我会去的 但我其实只是讲一课 我不知道为何这么大的名字 整个课程好像我in charge 我知道可能是其中一个嘉宾讲一讲 但一定会支持 Heaping Tom这个节目 其实我也觉得是不错的 那接着还有什么要讲呢 我看到刚才有个网友讲日剧 就说《重版出来》 《黑木华》那套《重版出来》 之前介绍过的 我也有继续追 是好看的 大家可以继续追 就是讲漫画出版社那套 竟然可以 因为你那时候预告 觉得它会很小 我那时候觉得是中庭 但现在越看越好看 越看越好看 因为它讲出版社那些奋斗故事 不只是推行热血 就是有些写实的 热血就不要推行了 那接着我们就继续讲日劇 大家介绍两套日劇 第一套是深夜日劇 叫做《独岛百合子的赤裸日记》 那为什么是深夜日劇呢 因为它其实在日本 是晚上12点后才播映的 就是由前田敦子主演 前田敦子就是AKB48的前队长 其实现在它已经没有参与团体的活动 就自己单飞了出来 去做艺能界的工作 大家看到的吹蓝都看到 尺度好像挺大 又有些床气、洗澡 前田敦子 那这套戏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前田敦子 他飾演一个刚刚做政治版的记者 他就是为了取材料 可能又会和政客和记者 有些亲密关系 而这套戏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其实是双线发展的 它的剧情节 一方面是说它在政治上的採访 另一方面是说它爱情的私生活 你可以当是爱情剧去看也可以 当是一个政治剧去看也可以 它是很有趣的 就是它的角色 它是一个很不信任男人的女人 我现在看到第二集 它已经有三个男朋友 很忙 很忙 它的原则就是 它会告诉那些男人 我是有几个男朋友的 哦 是它说明的 就是老老实实不玩花招的 还有它是会有条底线的 就是不搞不倫暖 就是别人有老婆 有女朋友 它就不会买去的 嗯 那它就是一个私生活比较丰富的一个女记者 嗯 就说它陪回在一堆男人身边 然后平时日常就去采访 晚上就有很多私生活 哪有人说很像House of Cards 其实是House of Cards 因为有个角色 我忘记了叫什么名字 在第一季里面 那个记者 去到后期死了 那个记者 又是为了拿了 又是去上床 又行的 其实有点像那个角色 不过它是半推半走的 House of Cards 半推半走 这个就好像很aggressive 这套 那个角色是挺有趣的 写得 就是很aggressive 是的 还有它有些摄影 配乐 还有那些光暗 是较到很有文艺的气氛 很有趣 但是全田敦子是性感路线 他以前是清純的路线 很清純 但是他近年 他自从脱离了AKB48的团体活动之后 他都开始走一些成熟路线 之前有一套叫爱的成人式 有没有听过 我听过 他跟从田长泰做的 嗯 又是扮演一些表面上是很pure很true的女孩 但是暗地女呢 又是有两三个男朋友的 就是他现在是很擅长的 孙行这一只 很擅长的飾演这些角色 嗯 表面是纯情的实际 其实很花心啊 两三个男朋友 嗯 糟了 不知道谁是打谁 KB48很多 不知道谁是打谁 一堆旅合唱团 是啊 但是他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出名的 那我又想问 那些那些所谓的深宵剧 是否因为他的尺度的问题 就是那个 叫做 就是会有些裸露 或者意识上面 就是好像以前有些什么夜黄 那些那些就是深宵剧 夜黄是北川一辉 是经典作品 那其实日本呢 以前是没有深夜剧的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 嗯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一来可能是想捧一些新人 是 那就会 因为黄金档的时间不够 那就要在深夜时段开很多档次 去捧一些新人 还有有时有些故事比较难门 还有尺度比较大 那在黄金档是不能够播出的 那唯有塞了在深夜时分 还有 成本的确低一些 但是他在日本有没有管制的呢 就是会不会说 据你所知 就是他会不会是 就是 总之过了某个时间 他就任播了 就是扭一扭 或者是 还是还是都要 可能有些成人频道才能看得到 其实深夜剧去到最尽都是路点 就是路上面的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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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少的 深夜剧 我觉得日本在这方面 就比较开放一点 嗯 特别是传媒 或者是所谓的路上身的路点 嗯 因为路上身 因为譬如我们去日本那些 譬如你们买书买成 他们都随意 有本书打开 你在香港都会包住的 他不会随意打开 你就会有些 摸牢的东西 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 深夜剧可能 都是日本的一道风景 有时深夜剧是有一些很少众的题材 可能讲同性戀 讲相性人 那些有时是挺特别的 你看到那些黄金档看不到的东西 不行了 如果我下次和Chris去日本的时候 叫他留意一下 我叫他留意一下 哈哈哈 刚刚说的那套 读到八合子的赤裸日记 因为深夜剧是短的 可能是二十三分钟左右的一集 所以很快看完 我觉得宵嫌是OK的 即是宵嫌是纯粹拿来 你觉得是一般般的 因为他政治那方面 又不是很有深度的 反而爱情那部分是比较有趣的 即是说他有几个男人 然后又如何去飞他们 哈哈哈 这个《西北京西遇上西亚头不宜情书》 我们未看的 所以没有机会讨论到 如果看了有机会就讨论一下 那我就只是听了某一些 香港的影评人 和内地的影评人 那个分别是很大的 香港的影评人是会觉得 那套戏的 不知道是湯维扮演的角色 和王志民那条线呢 他们就在批评那套 所谓的价值观 一个女人究竟 钱对她来说是什么呢 她作为一个所谓的依赖 其实某种是性工作者 但是不能说出来 因为是大陆电影 那究竟她的价值观 是在表达什么呢 这个女人的尊严是什么呢 她就觉得那部电影 是有少少 说得很糊涂 很混乱的 但是呢 内地的影评呢 很大部分呢 都是对这部电影 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 就是觉得这个 《不移情书》 是这个导演 即使是拍一部很商业的电影 但是她仍然是保持了一种 作者的精神 就是她有自己表达的东西 想说 甚至很普及一体 就是有她的诗意 作为作者 那这个薛晓露 是北京电影学院教书的 这位老师 就拍了北京上西加图 就成为了一个 卖座的导演 然后这个 《不移情书》 就好像说到我看过 我还没看过 有空再看她再说 刚才说到萧嫌 其实我也很想去看幕内 但是听过幕内 就有很多人去看 《画展》 就是很多人去看 我就很怕很多人 就是觉得画展一多人 你就觉得那些人 不知道在做什么 还有我是有少少 那些人群恐惧的 就是我觉得那些人 会冲过来 随时会撞低我 所以我就一直都没去看 因为你幕内 需要有極端和气 田征 你有没有去之前那些 art central 我其实在幕内 我去德国Munik的时候 我曾经试过 一次拆坚而过 我去到的时候 他就说 幕内下个星期才到 就导致我不可以 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情况之下 在那些美术馆那裡 看到幕内 在香港 今次我是很想看 我很喜欢的 但是问题就是 无奈人太多 我希望他慢慢 人潮减退的时候 我就会看幕内 我去试一试水 你帮我试一试 你帮我试一试 日本那些 其实真的很不同 我今天想特别抽出两套 来介绍一下 第一套就是 真实的人类 Human 这一套 这一套就是 我不懂读他的名字 他那个 導演 就叫做 读过拼音 是 等一下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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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看先看 中文 是抢救地球 就是专讲 地球在太空上空拍下去的一个记录片来的 就是讲地球的生态 就比较少些涉及人类的 只是讲这个Earth 多些 但是这一出呢 就是真的讲很多人类 就是大家见到 是不同国家 不同国籍 不同国籍 是 但是 看到这些 就是我们平时未必接触到的国家的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为什么我会觉得他 为什么吸引你去看呢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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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法国导演 Yan 髮国导演 首先第一样就是 这一出电影都能够取得多奖 和之前的那一出《Home》一样 挺出名的 慕名而去 如果当我想尖一尖法国五月的气息 但是又不知想看哪一出 那当然向那些贾入得很多奖 還有這些比較是人體都對的戲去下手 大家看到他的畫面是拍得很漂亮的 他不只是訪問人員 而是連那些人本身的生活都做了一個紀錄 即是很人民色彩很重的一個很唯美的紀錄片 其實這個導演之前拍的那部Home是2009年的 我有少少認識台灣拍的那部《漢見台灣》 全部都是拍那些飛機照片拍過台灣的 其實我是覺得有些不要說抄 有少少參考 有些對應 我覺得這種純意象化的紀錄片其實都有很多 好像之前我看的那部《Milky Way》 銀河影像真的叫銀河影像的那部戲 是一部歐洲的紀錄片 其實它不是紀錄片 它是一部劇情片 但是它是很講一些畫面的感覺 一些異象的東西 全部都是一些 我覺得這些是一些有些New Age感覺的紀錄片 有些New Age感覺 即是很快起大家對地球和其他世界各地的人的關注 有些人都說Human很棒 其實我們就不應該鼓勵一些人在網上看片的 但Human已經很久了 大家會看到的 但這部戲絕對是鼓勵大家在戲院看的 那我們下一節再說另一部 第一節 香港第一間榮麗園是1947年創辦的 那時候一款淡淡麵只賣三毛錢 最重要就是它今年在飲食天王裡面 淡淡麵天王 那這碗淡淡麵 它的麵質是自家製的 所以其實它跟湯可以吸收 這麼厲害 所以就變成了天人合一的感覺 師傅把裡面的腸骨拔出來 只剩下一些很幼的骨 環球奴葉工程有限公司呈現 現在最懂得吃 逢星期三晚7點半至8點 欣怡、J-Fone和一班YouTube創作者 和你愈看愈懂得吃